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惑片 我们有一个网友一直在跟我留言 老师我在读高一 我不想读书了 我发现我身边的同学跟我一样 都不想读书 白天睡觉 晚上玩同校 玩手机 这是要死的节奏 然后呢 我想高中毕业去当兵 但是我的家人想让我上大学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可以加入你的公司吗 我想 在这里告诉所有所有 正在上学的学生们 第一 你必须要把高中读完 第二 你必须要上一个大学 如果你有了学历 你再去当兵 跟你没有学历去当兵 是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讲一件真实的事情 我的亲哥哥就当兵了 因为初中没有毕业 他在部队其实已经混到了一个 算是比较高的职位了 都排长了 马上升连长 但是因为学历太低升不上去 那换句话讲 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 我相信现在他可能都已经 最少是比联长更高 好几个级别 所以学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们不要总是觉得学历不重要 真的 就像周老师一样 为什么要自学高中所有的科目 要去考大学 学历到什么时候都是一个 敲门砖 你想得到这个社会主流的认可 你必须得有一个学历 你未来想读一个EMBA 你没学历都读不了 所以哪怕你在学校跟我混天 也要把这个大学给我读完 为什么不喜欢读书呢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去读 他有时候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不对 你就算再年轻 你也不能天天玩通宵 你们这样整了 身体全整坏了 你未来真的会后悔 所以所有的学生们 请听周老师的肺腑之言 在这个时代 学历依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比我那个时代更加重要 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找工作 你没有大学学历都不会要你 真的是这样 所以认真地读完 让自己想方式把爱上读书 是因为你的环境有问题 你找一帮学渣在一起 他肯定不爱读书 你换个圈子 你找一帮学霸 你跟学霸待在一起待久 你自然就喜欢读书了 不管怎么样 读一个大学毕业 那如果你成绩好 你可以读个更好的大学 那如果再好 你可以有条件 还能出国留个学 那肯定更好了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只有你大学毕业以后 你才能加入周老师的公司 你才可以去当兵 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 有人问了 老师我一个朋友人格分裂 去医院怎么治不好 有什么方法吗 你可以去找一家心理咨询机构 然后心理咨询项目 有一个叫做家族系统排列 我们俗称叫家排 可以让他的家人去 然后就可能能够帮到他 还有一种催眠叫量子催眠 你们百度查一查 在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 可以让他家人去做一个 应该能够帮到他 这两个建议一定能帮到他 第三个问题 老师我现在很迷茫 我跟你一样 17岁来了这个社会上 木爬滚打 然后呢 现在又是疫情 现在工作又不好找 我现在不知道该选择 我的路线 我很迷茫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 你为什么迷茫 还是那句话 你复制周老师的人生嘛 就像周老师当年复制 清奇的人生一样 我就不迷茫了 我在没有看穷罢富罢书的时候 我迷茫 但是我看完财商书 我就不迷茫了 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财商有四个能力所组成 一个是营销 一个是财务知识 一个是投资学 一个是法律 我瞬间就给自己 制定了学习计划 我要学习营销 我必须要从销售开始做企业 对吧 销售 管理 领导力 影响力 这四个能力是必学的 你将来想创业 这四个能力是必修的 那所以我就要去找一个公司上班 学销售 做销售员 全中国所有的老板 99%都是销售起家 销售等于收入 其他全都是成本 这是财商的第一个能力 只有销售才能让你赚到第一桶金 我怎么会迷茫呢 我就马上去了 对吧 那第二 我要去北大乘客 我要去读业大 我要读一个工商管理 为什么 我要学财务知识 我最起码得能看得清楚 什么是资产负债表 现金领量表 所以我去上大学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学会计 学了会计 学了统计学 我才会懂财务 学财务 对吧 财务知识 第三个投资学 我为什么去金融公司上班 那我要学习投资学 我为什么去房地产公司上班 我要学习投资房产 那房地产和金融是 这个时代最核心的 两个投资杠杆和工具 所以我要去 对吧 那第四个法律 法律的话我就没学 但是呢 我天天看法律的书 我聘请律师 我每诗干就跟律师聊天 然后呢 增长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财商就这四个能力 你有了这四个能力以后 你的人生就可以无往不利啊 所以 现在迷茫的同学请注意 我就送你一句话 找工作找工作找工作 不停的找工作 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轨道 对吧 周老师做过26份工作 横跨12个行业 做过5个行业的销售冠军 直到 找到了自己人生轨道 做房地产 啪 赚到第一桶金 实现财富自由 然后又找到了一辈子 值得自己奋斗的 那就是做教育培训 你不找怎么能知道 那个鞋从来不穿 永远不知道合不合脚 所以给你的建议 就是不停的换工作 对吧 去南方 不行 那就去北方嘛 树挪死人挪活呀 周老师在北方发展受挫 我的一个风水师就跟我讲了 立南方不立北方 那有时候为什么不换一换呢 换一个新环境 就会有一个新未来 不停的换 就做销售 私底下就是去看书 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你有什么迷茫的 每天忙得要死啊 对不对 直到你找到一份 我就要在这个行业创业的工作 那就是从这个公司的基层 销售 做到管理层 做到领导层 有了资源 攒了钱 也有了能力 也有了经验值 也有了一帮人脉 然后就出来创立一家 一模一样的公司 这是创业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呢 没有什么迷茫的 哪有时间迷茫啊 就按照周老师这个建议 把周老师的 一梦二生的自传书籍看一看啊 周老师怎么做选择 你就怎么做选择 不就行了吗 再教你一招吧 如果你现在很迷茫 做选择就一条 不要把赚钱放到第一位 把成长放到第一位 我这份工作 能不能让我成长 我的经验 我的能力 我的人脉 我的资源 能够让我成长 要比钱更重要 周老师就是这样 百分之九是七顿盯着钱 为钱工作 变成钱的奴隶 而百分之三顿是盯着成长 因为他们知道 成长后面一定会有成果 要想成功就两条路嘛 创业成为企业家 投资成为投资家 那要想创业成功 就必须得具备几个点嘛 一个是能力 一个是资源 一个是好项目 对吧 那如果你有一点经验 有一点人脉 那肯定更好啊 那就累积这几个东西 不就行了吗 能力的话就是 销售管理领导力影响力 你必须要做销售 懂得做销售 你必须要学会管理 带团队 你必须要学会领导力 怎么做决策 那你必须要混到公司 从基层到中层到高层 才能学会 那影响力就是言说嘛 自己这样的能力 然后呢 包括自己创业 攒经验值 攒人脉 攒资源 然后也攒点钱 就是在一路学习 一路学习 一路学习 怎么会迷茫呢 哪有时间迷茫啊 我两年时间 要做行业冠军 我要做销售第一名 我得学习销售所有的课程 我得看销售所有的书籍 那两年以后 我给自己定位 我必须要学习管理 我必须要进入公司的 中层领导 我得会管人 我不然将来怎么创业啊 对吧 那我就想方设法要升职啊 在公司 对不对 那要往上升到这个领导啊 就每天很忙的 哪有时间迷茫 就不停地看书 不停地看书 而且看的所有的书 都是工具 而你如果认准了 周老师是你人生当中的偶像 你就把周老师的书 当成你的人生指导思想 就像我去看财商内的书籍一样 财商内的书籍 罗伯的经骑就是我的人生自助 就是我的精神导师 那剩下的都是 经骑书上提到的东西 我才会去学习 那现在有一个更简单 更直接的 就是周老师的课程包罗万象 你连去学习 其他都不需要学了 你在我这里 全部都学完了 对不对 在我们的汇播平台 什么不能学 对吧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 汇成财商 你去看一看 周老师财商 销售管理 领导力演说 包括教你怎么直播 怎么创业 怎么投资的课 全部都在里面了 一站是服务 当时就是因为 清奇只是一个指导思想 我还要去上其他老师的课 而后来我之所以 把财商升级到财道 就是不希望 像我这样的人在东奔西方 学一个老师就学完了 学完以后就出师了 出师以后就能够直接去 拿到结果 所以啥都不说了 细细品味 今天周老师给你的建议 也希望今天帮助这三个同学 的同时也可以帮到我们所有人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